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相信啦 只要你有iPhone的人 應該都有用過Siri 在以前的時候 它是比Google助理聰明很多很多的 但是在ChipGT這種大語言模型出來之後 它相對來講變智障了 連酷克都不得放下尊嚴 在一些發表會裡面 乖乖的提AI這個名詞 以前是人家用這個名詞 它就不用了 它現在也乖乖用了 那傳言 現在新的版本的Siri 可能也會加入AI的功能 那在蘋果 正式將大語言模型加入Siri之前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我們的Siri變聰明呢? 其實是有的 我們可以用ChipGT 或者是外面的一些大語言模型 直接把它加入到Siri去 你的Siri立刻就變成了 有ChipGT加持的一個聰明助理 那接下來 阿達就教大家怎麼去設定跟使用 首先啦我們先簡單測一下 Siri它如果在正常的情況下 它的表現是怎麼樣 如果說你叫Siri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它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它是做進階一點的事情 它其實就開始表現出它的智障 比如說好了 我現在直接問它 正常來講我們可以用 Hey Siri這樣子的呼叫它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現在在做螢幕錄影 所以呢 麥克風是被錄影程式鎖住 所以我現在都用電源鍵按住 好我現在直接測給大家看 昨天美國股市表現如何 我無法取得昨天的股票資訊 我最多只能取得最新的收盤價 它有一些就不會 它講笑話會啊 西瓜、甜瓜都可以吃 那什麼瓜不能吃 你沒有看到西瓜、甜瓜 要回給誰 它就問我有沒有聯絡人 另外我再問它其他的好了 誰是伊隆馬斯克 好的 這是我找到的 它就會簡單的調出 伊隆馬斯克的一些資訊 誰是電腦往它打 我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 它就是這麼的笨 那今天如果我串入CHAPGET 它會變怎麼樣呢 那我現在直接測試給大家看 小幫手 Hi,我是Siri Ultra 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 昨天美國股市表現如何? 美國股市在2024年5月21日小幅收漲 標普500指數漢納斯達克 綜合指數創下歷史新高 科技股表現強勁 因為打股價創收盤新高 小幫手 Hi,我是Siri Ultra 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 誰是伊隆馬斯克 伊隆馬斯克 Elon Musk 是一位南非裔美國企業家和工程師 知名於創立和領導多家高科技企業 包括SpaceX Tesla和Neuralink等 他也是PayPal的共同創辦人之一 西瓜 東瓜 甜瓜 都可以吃 那什麼瓜不能吃? 傻瓜不能吃 眯眼露齒而笑的表情 你能做 我能做 大家都能做 一個人能做 兩個人不能一起做 那是在做什麼呢? 這是在做夢 嗯,答對 所以啊 加入ChairGT的那個比較聰明一點 那接下來 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去加入ChairGT 好,接下來直接做設定的部分 網站已經有寫一個文章了 大家可以去看文章 那我這邊也是簡單的帶過 第一個啊 你的手機裡面必須要下載一個叫捷徑的APP 它才能使用iPhone的捷徑 那接下來呢 安裝完之後 我們網站已經做好連結了 它有一個叫 Siri Ultra的腳本連結 你就這樣直接把它開啟 開啟完之後呢 那這邊就有一個Siri Ultra的一個捷徑 你就給它點取得 那這邊就我們直接給它加入捷徑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邊就有一個Siri Ultra的捷徑 那之後我們再點這三個點來進行輸入 那前面這邊呢 它會有一些東西大家都不要改 你就往後面這邊開始找 那第一個呢 大家可以看到 註解1號是輸入API Key 那API Key是什麼? 就是OpenAI的API Key 但是OpenAI的API Key呢 它是要錢的 所以你必須要有 訂閱OpenAI API Key還是另外算錢 如果你不想花錢的話 等一下我再教大家 如何可以不花錢 那我們先用正常的方式 我先輸入一個我自己的API Key 它這個是一個API使用的路徑 如果你是使用OpenAI的話 這邊不要改 但是如果用等一下我講的那個方式的話 那這邊就要做修改 那接下來 它這邊就是讓你選擇模型名稱 模型名稱的話 像這個預設指是GPD 3.5 Turbo 那這個如果你想要用現在最新的GPD 4O的話 那你就把這邊 把它殺掉 改成GPD 4 然後再加個O 這樣子 就是GPD 4O 那後面這邊呢 就是它的一個Prom 就是我們講的作語或敘述詞 因為這邊呢 它預設指它是寫是英文的 你如果希望它等一下的所有回答 都全部用中文回答的話 那你就在這邊想說 請以 繁體中文的內容回答我 接下來這一個呢 我是覺得看你需不需要 這個是讓你的CHAVE GT 擁有搜尋的功能 那這一個功能它是要去一個叫 SearchOne API的網站去購買的 那其實認真來講不貴 它一個月才一塊錢美金而已 那你不買也完全可以用 只是說你就沒辦法問它一些即時的東西 譬如說像我剛剛問的一些 像美國股市的東西啊 目前的那個匯率多少啊 這種即時的東西 它就沒辦法幫你查 那像這個我自己有 所以我就輸入我的 那下面這邊都可以不用動 但是第七個這一段呢 你可以把它改成中文的 因為它現在這邊是英文的 等一下如果我沒有改的話 它會變成一個英文的 譬如說像自我介紹 那我這邊就 就這邊把它改掉 那接下來是後面這個 就是你問我問題之後 它會回答什麼 這邊都是英文的 你可以自己改 我不改現在也沒差啊 只是說它就會變成用英文來問你 這邊就改完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往下看 這邊還有一個叫聽寫文字 我們把它點開 大概有沒有看到語言 語言我們這邊 我們就把它改成中文 然後改台灣 如果你是香港人 就改香港這些的 朗讀這邊點一下 朗讀這邊大家看到有一個語言對不對 請你一樣把它改成中文台灣 那聲音你就可以自己選 看你要選哪一位 都可以 那這邊 這樣子 我們就算 完全的設定完了 這個我們按完成 不過呢 這樣子還不是全部完成 請記得 把這個 CURTRA 因為它的名字實在太長 請你把它後面這邊改短一點 我們把它重新命名 它的念法就變成說 譬如說 Hey Siri 然後後面你要再加上什麼東西 譬如說我本來名字叫小幫手 我現在把它改成小助手 跟我剛剛那個小幫手 做一個區隔 這樣子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怎麼使用呢 就很簡單了 譬如說我們現在回到桌面 你如果正常來講 我們是Hey Siri 然後它就會跳出來 接受指令嘛 但是我現在因為螢幕錄影鎖住 所以我就直接長按電源鍵 不叫出Siri 小助手 嗨 我是你的TRAP GPT小幫手 誰是電腦王阿達 電腦王阿達 本名沈正達 是台灣知名的3C科技評測和分享專家 擁有大量的社媒追蹤者 主要分享各類科技產品的開箱和評測 誰是伊隆馬斯克 是一位南非裔美國企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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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辦了特斯拉Tesla 和其他多家科技公司 以其在電動汽車 太空探索和新能源領域的創新文明 昨天特斯拉的股價多少 2024年5月21日 2024年5月21日 特斯拉Tesla的股價 大收盤為174.95美元 還有其他事情嗎 昨天美股表現如何 2024年5月21日 美股小福收漲 納斯達克指數 納指 和標普500指數均創歷史新高 科技股巨頭多數上漲 還有其他事情嗎 幫我安排一個 5天的東京自由行行程 好的 這裡有一個5天4夜的東京 自由行行程安排 讓你充分享受這座城市的魅力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子 它就等於是我的一個Chip GT的幫手 我可以用這種方式 將Siri 就直接串到Chip GT的使用 不過我剛剛 展示的一些東西 有幾個點 還是要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 你如果沒有輸入我剛剛講的那個搜尋Key的話 它就沒辦法搜尋 既然沒有搜尋的話 它很多的答案 就可能會是幻想 就不會那麼好用 這是一點 第二點 因為這個API Key 你要訂閱Chip GT的Class版 然後API還有另外算錢 如果你沒有這個預算 那接下來 阿達教大家 如果使用LAMA3的大模型 來直接免費使用這個服務 一樣的內容 我們只要修改 小助手裡面的東西 大家一樣是往下看 因為我剛剛已經改過一次嘛 這邊是一個API Key 我們剛剛輸入的是 OpenAI的API Key 那接下來 我們來輸入 有一個服務叫Grook 它目前都是免費的 它內建的幾個大模型可以用 其中最好用的就是LAMA3 大家可以去Grook 去申請一個API 不用錢了 我會把網址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直接去那邊 申請一個免費的API Key 那接下來是這邊 這邊呢 你就要貼上Grook的一個網址 因為現在目前呢 它是OpenAI的網址 把它改掉 那模型的部分呢 我們就改成LAMA3 要輸入什麼 在文字版說明裡面都有 大家也可以直接看文字版說明 我這邊只是直接操作給大家看而已 那剩下的其實都可以不用改 你像搜尋的API Key啊這些 都不需要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完成就好 那用Grook它有一個優點 第一個不用錢 因為它API現在是免費的 第二個呢 因為它使用了比較新的一個運算單元 跟傳統GPU不一樣 所以啊 它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比TRAP GPT快很多 那另外呢 因為LAMA3它的模型大小 並沒有像OpenAI那麼大 所以呢 它的速度也會比較快 但是呢 在問題的回答精細度上 老實講是OpenAI比較好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 來問它幾個問題 小助手 西瓜 冬瓜 跟南瓜都可以吃 那什麼瓜不能吃 西瓜 冬瓜 南瓜都可以吃 但有一些瓜類不能吃 如結瓜 蛇瓜 碧麻瓜等 它們有些含有毒素 不能使用 那你說它答案錯嗎 好像也沒錯 但是它就不像Chair GTD腦袋那麼活 我們也可以繼續再問它 其他像腦記記輪案的問題 小明他從不讀書 但是他卻得了模範生 為什麼 哈哈 看來小明真的很神奇 可能是他發掘了自己的潛力 或是受益與好的教學環境啊 或者也許他的努力和責任感 讓他獲得了模範生的榮譽 這個如果是腦記記輪案正確答案 是因為他可能是盲人 所以他不讀書嘛 他是讀點字書 所以這個部分就變成拉麻山 他的就沒那麼聰明 但是如果你有搭配其他東西的話 他還是能做到一些用途 小助手 誰是比爾蓋茲 比爾蓋茲 Bill Gates 是美國商人 慈善家和微軟公司的共同創辦人 他出生於1955年 他出生於1955年 現任比爾及梅琳達蓋茲 基金會的董事長 還有其他事情嗎 幫我安排五天的京都自由行程 大家看 大家看 所以說拉麻 他也可以回答你的問題 然後在回答的部分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他的聰明程度 比較明顯的不如ChipGT 不過他回答速度是很快的 因為這是Glock正義公司的一個技術 他回答問題是非常快的 但是就會受限在這個大模型 他的自己本身的能力 如果他本身沒有那麼聰明的話 也會稍微受到影響 除了我剛剛講的一些問題外 其實還是可以問他一些 常見的一些問題 或者叫他簡單做翻譯 也是都可以的 那這部分就看大家是怎麼靈活應用 還有要注意的就是 就是目前這個捷徑 他並不支援目標GPS的一個定位 所以你沒有辦法問他說 幫我查詢一下 附近有什麼好吃好玩的 他有沒有 他會跟你胡說八道 這一點你可能問Chip 還比較正確一點 最後阿達也跟大家講 這個是目前 iOS 18出來之前 你如果不想用Chip 那麼智障的一個語音回答的話 用這種方式 可以讓你的一個使用情境 變得更方便一點 我們是比較希望說 蘋果他接下來 會給我們一個 比較聰明的語音助手 或一個生成式模型 然後再結合 不管是OpenAI也好 或是他自己開發的大模型也好 讓我們在平常工作 或者是說在辦公 或者是在娛樂上 能夠更方便的使用 不過在這之前 大家可以試試看 阿達今天分享的這個 ChipGT跟Siri的一個結合 我是便宜阿達 如果喜歡這張教學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來 calculations 漏了 餐99